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北市议员佟仲彦先前已公废随台北市长柯文哲出访欧洲,不过今天被周刊爆出曾立邀科披幕僚和工作人员夜访红灯区,遭婉拒后则是独自前往考察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日被问到此事时表示,佟仲彦是我们开始睡觉他才不见的。 根据联合报报道,柯文哲经上午前往北市交通中心,关心纯洁出议情况时被问到佟仲彦夜访红灯区一室。 柯文哲说,他一定是晚上,我们开始睡觉他才不见的,随后在场媒体询问柯佟仲彦有没有力邀你。 柯文哲笑说,怎么可能?媒体追问,那有没有找局处官员? 柯文哲表示他不晓得因为官方行动结束后,剩下的就是私人活动了。 另外,针对佟仲彦在公费行程中去红灯区是否不妥? 柯文哲仅表示这是他的另类考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离您的试空